有點做點喬 麵丁聲音響選手各就各位 同步向前出發 麥麗華獎動作整齊劃一 這可不是一般龍州賽 而是高雄市府首長跟市議會的大PK 對 速度很快喔 由高雄市長陳其邁率領的首長隊 一開始就勢如破珠一路領先 一掌康玉成領著團隊緊追載後 高雄市府今年端午節 選在愛河旁舉行端午龍中嘉年華 特別舉辦第一次輔會對決 今天我的臉書有直播 歡迎272萬的我們高雄市民 來看市府隊怎麼痛載市議會隊 賽前不忘跟對手嗆聲 陳其邁話說得很滿 場外焦點還有這個 包含議員黃捷在內 議員都換上啦啦隊服務局 的彩球替同事加油 先請問一下 你們這三個啦啦隊的預算 從哪裡來的 會議長報告 那個是友情簽註的啦 首長隊則找來鋼鐵人啦啦隊 也讓議會隊開玩笑 搶要刪預算 智掌 順利的舉起完整 陳其邁帶著墨跡高舉黃旗 臉上笑容很得意 雖然一度差點被超車 首長隊的最後還是奪下勝利 1 2 3 謝謝議會 恭喜恭喜 雖然賽前放話要痛載陳其邁 議長康玉成展現風度 恭喜首長隊獲勝 從議會炒到愛河畔 高手輔會龍舟PK大戰 成的今年端午節 另類焦點 繼續 李宣文老師 文章參與報導 立刻下載 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作詞嗨 感谢观看